歡迎收看 出現了一個一劫 居家格局 不一定全是完整方正的 但你知道缺角方位的不同 更會對健康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嗎 一般來說我們 神經系統 內分泌方面就開始改善 小坪樹的房屋 常因為空間狹小 而造成風水漏洞 墨底該怎麼做 才能夠在有限的空間裡做補救呢 今天我只想唱一首歌 曹姐 拜託 我等一下BOBBY這首歌 真的大家都已經會唱了 可以 不用再唱了 真的 妳有來看風水 就很BOBBY了 我知道 大家有看風水嗎 一定會BOBBY 對啊 所以我今天就 還要再唱嗎 不唱BOBBY 我們要唱的這首歌就是 代表這個家庭的一個心聲 她的感覺 注意聽喔 我的家庭真可愛 真姐妹滿有安康 姐妹小的可愛 有…很溫暖的感覺 有 對不對 對 妳唱起來就是讓人家覺得 就是充滿了母愛 是 對 只要想抱抱都找我沒關係 對 我可以給妳愛 那跟今天的我們張小姐 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張小姐呢 她們家三口呢 就是一個溫暖的 一個很溫馨的小家庭 是 但本來不錯啊 因為本來呢 她是住在娘家那邊 娘家 住久了之後 她會覺得說 一直都在麻煩媽媽很不好意思 而且有時候 總是嘛 年輕人會覺得說 我們要靠自己的能力 是 賺一點錢 我要自己的小窩 那就是X了 對啊 很好啊 所以就自己買了房子啊 那買的房子 她們本來雙新嘛 然後買了這個房子就變成 擔心什麼呢 讓我好擔心 我怎麼會擔心 就是變成 就是另外一個工作就不順利了 就工作開始不順 對 那小兩口 其實最擔心的是什麼 妳知道嗎 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什麼話 聽見夫妻百事哀 是 妳只要一點點錢少了 或者是呢 東扣一點 西扣一點 開始緊的時候 哇 就開始會吵架了 小事就不斷 就會很多為了錢在爭吵 對 人家呢 就是一早每一個人都一樣 一睜開眼睛就是 柴泥油鹽醬醋醋 對 都是要花錢 如果變雙新 然後又變擔心 對啊 那個瞬間 真的壓力會非常大 真的會崩潰 對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 謝老師好 來幫他們解決一下囉 好 歡迎謝老師 來 歡迎買自己的家 對不對 對 然後呢 自己創造自己的小家庭 結果沒想到 哇 這時候不靠長輩 真的就變好緊喔 壓力好大喔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拯救 這一家三口的 這個三口族小家庭 那當然 三口族 聽起來好像很想要去日本的感覺 對 好想要去找那個兄弟喔 好久沒看到他了 對 現在真的家庭的結構 很多真的就是 一家三口 對 要讓他生的少嘛 對 那因為通常呢 我們這個所謂的小家庭裡頭 他會出現比較容易出現的 就是所謂漏財的一個這個情況 漏財 不是 漏宅 對 對 漏宅 漏宅 為什麼一家三口會漏財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就是 這個所謂的小格局裡頭 出現的漏財屋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去看看 怎麼樣去化解這方面的一個 所以如果我們家裡 也是一家三口的話 我們就很容易漏財嗎 是這個意思嗎 其實不是 最主要是房子小的時候 有時候你格局配置 就容易配置得不好 出發 往哪個放下 那裡 好 走 張小姐一家三口 自從離開娘家 搬進小坪樹的新房後 不僅工作運勢一路下滑 連健康都亮起了紅燈 究竟小坪樹的房子風水 要怎麼改 才能彌補格局的不完整 拯救岌岌可危的家運呢 妳好 小姐 請問是張小姐 對 妳好 長得年輕像妹妹 妳看來看 妳怎麼這麼瘦啊 對啊 帶小孩 對啊 超瘦的 我看妳沒有35公斤喔 我有啦 40吧 妳有40嗎 沒有啦 我46 46 生完小孩能保持這樣的體態 真的是不得了 不錯 都胖帶肚子 肚子反正也沒人看到 自己是老公看到 自己看得到啊 但是剛剛這樣媽媽應該會擔心 從兩家搬出來 然後自己在外面生活 結果這樣三比八 對 不行 妳還給我吃 媽媽應該很心疼吧 媽不會 因為我都吃不胖 我本身就吃不胖 而且體質就是這樣 妳一餐大概幾碗飯 大概 這樣很重要 現在是要講減肥節目 對 正常 聊聊嘛 對 就讓他放小 我們現在要知道說 其實搬來這邊之後 大概家裡的狀況 就不是很好對不對 對啊 因為就搬起來之後 我就 就是假裝先抗禁 我之前還有爆瘦 真的耶 真的耶 妳整個脖子中吃了 這樣妳 就假裝可以抗禁 所以妳有需要控制吧 有 假裝在抗 妳看醫生 而且假抗就是有時候 就是會緊張 然後有時候會開始 心跳很快 然後一定要吃東西對不對 對 因為我前一陣子就是 那時候還沒有發現的時候 它就是食量變很大 然後就一直上廁所 然後就保守 那時候才39吧 對 很恐怖 可是它吃掉控制後來 有比較好的 所以這個假抗是來這裡之後 才可以教學 所以來這裡就是壓力 有比較大就對了 對啊 可能就是房貸壓力很大 每次的開銷很大 本來是妳跟妳先生都有工作 那現在是 現在是 因為我本來有自己 在做貿易的接單 所以現在就是單子越變越少 所以現在就是靠老公就是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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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在做什麼 兒子 對 嗨 莉莉 妳好 媽媽很辛苦 來 大家好 好可愛喔 幾歲 耳睡 阿睡 阿睡是這樣的 叫阿 阿睡 這是小孩子 很愛的地方 所以就除了妳自己的工作 變成也比較不順利 對 張小姐妳不要再退了 妳退了我的後腦 少了 太近了 要靠我了 可是可能從門口這個玄關 就可以看出一些玄機 這個玄關很有問題 有一定有在 通常一般來說 我們通常我們離到陽災裡頭 影響最大 就是從大門開始 門 其實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發現站在這個門口 那麼首先第一個 妳會發現 它的正前方 你看我們正前方這個地方 隔了一片這個所謂的板子 對不對 對 這片板子玄關 其實應該是 它應該是 直通過去 本來是穿堂的一個格局 對 沒錯 所以它做了一個板子 他們去做駐隔 這樣不是好的嗎 對啊 這樣看不到 它的那個 穿穿清 對 那其實基本上來說 它有點就像我們把這個 類似我們衣服的這個口袋 把它車起來 但是妳沒有把它車到 那時候就是說 我雖然遮住了 這個所謂的可能窗戶 可是妳有沒有發現 站在這個地方 而且站在這邊 妳稍微往那邊看一下 妳現在是要我過去 妳那邊對不對 沒有…妳只要把它轉身就好 站在門口就可以了 我站在這裡 對 妳有沒有發現 看到瓦斯路 看到照 對 真的要來找 望遠看書樓 OK了 在門口就見照了 對 其實基本上來說 因為古代人實在 把這個照當成我們的財庫 是 是流動的財庫 為什麼呢 因為流動財其實就是說 我每天賺多少 至少我買給家裡頭 吃的我就可以買多少 對 所以妳進門一見 我還沒有進去 就可以看到妳的爐灶的時候 這就是漏財 對 一樣從門口往裡頭看過去 那妳會發現 它的冰箱 還流到 對 冰箱 等於是家裡打開 什麼都看到 什麼都看見了 對啊 對啊 其實冰箱在以前來說 也是 在表財庫 也是財庫 因為你想你買建的東西 你要有地方存放 是 古代其實沒有冰箱 古代就是我們碗廚有沒有 放菜 放什麼之類的 那種 菜毒 對 透明的網子的 對 所以你只要看到碗廚裡頭 有什麼東西 你大概就知道 我最近好不好 一看 只要菜煲 然後鹹菜 那你就知道 最近一定過得不好 可是你會突然發現 裡面都是雞鴨魚肉 當然 那表示主人最近過得好像還不錯 意思就是財庫就會被人家看到 對不對 吃得好不好被人家知道 對 其實這兩樣都是我剛才提到的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口袋直接翻開來給你看 那你想直接豆腐已經翻開來給你看 你想 還能夠存多少 是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首先第一個在門口就發現 一樣一個大漏菜的原因 這真的很露 對 可是它其實已經要遮了 那我們待會來看 有沒有黏的方法可以遮另外一個方向 才會有 它這個鞋子 你看 我倒是覺得它這個鞋櫃是鞋櫃就很好 在演示你旁邊這一片小門 對 對不對 你剛剛只看到鞋櫃對不對 對 可是你仔細看 它旁邊還有一個門 那哪裡 因為這個門其實是大小門 對 這個是可以打開的是不是 對 當然我們一般來說 觀眾朋友通常要注意 就是通常門往外看的時候 左邊代表男生 右邊代表女生 通常如果你左邊太大 右邊太小 表示男生比較強勢 那有時候會造成可能將來的問題 就是我們叫 也許這男生將來會往外發展 是 或者是老婆有什麼樣的因素 他可能有可能再去 可是反過來來說的話 右邊太大 左邊太小 那我們以前古代說 也就是說暗示這個我們講說 主人這個女生 有時候可能比較 講話比較大聲 比較強勢 對 慢慢慢慢的夫妻之間 什麼都開始決定 對嗎 對 有時候慢慢慢慢的夫妻之間 就會變成先生話就會越來越少 然後就會容易有摩擦 對 有摩擦 然後可以感覺上有一點 是不是 甚至你老公講話都很小聲 好像也是 所以是你比較強勢 你們這樣 其實事情是你在做什麼 幾乎 對 就之前都我在管的 是幾乎在管喔 對 沒有啦 幾乎都你在管 對 幾乎都我在 你是那些幾乎 那譬如說什麼 像什麼樣的 就是發生過什麼樣的事情 是真的 你覺得你真的很強勢 老公很神奇 而且你覺得應該不應該 我比較愛睡眠 因為老公有時候就是 生活習慣不是很好 就是有時候可能 燈煤關就是飲料 飲料都給他講出來 飲料 飲料圈都亂丟 每天都在我就會睡眠 觀眾朋友會覺得說 我現在要改門 是比較麻煩的事情 好 那暫時的情況下 會建議在小門的真下方 擺放所有五地錢 那麼由門的左往右拍起 順治 康熙 雍真 乾隆 嘉慶 依照這個我們講說 每一代的順序來拍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家裡一代 頭就會盡然有序 家中也有大小門的觀眾朋友 如果無法直接改變門的形式 建議在小片門的底部 由左至右擺上五地錢 依序是順治 康熙 雍真 乾隆 嘉慶 便可以減緩大小門 對家中成員的影響囉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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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老師 今天不行 很大隻 好 我覺得門口一進來 其實有感覺這位派台的用心 很用心 想要佈局 你看這邊放了很多這些 就是想要放一些貼 一些照片 文心的感覺 對啊 很好 你很會佈置 對 然後你看下面這邊 也有佈局 不只是佈置 但是有一點亂才是 對 招財 就是這種 你要招財 然後又放了這麼多雜物在這邊 是不是有一點 適合這裡放這些東西 才是太會進來 對 一般來說 通常我們觀眾朋友 如果擺放招財的物品的話 希望說在那個區域環境裡頭 是比較乾淨不紮亂的 原因其實比較簡單 因為我現在想要賺錢 那當然就希望雜食 雜物 那麼越少越好 所以當然就會把旁邊 稍微清一下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這邊 牠可能擺放 比如說招財貓 對 這種東西相關的物品 是可以擺放 是 對 它的祛寶盆嘛 對 真的可以 對 這是土地公 對啊 招財貓 或什麼 那種錢母 八財金 都可以放的嘛 對… 但是就是旁邊要收乾淨 對 旁邊要收 所以基本上這個穿鞋椅 是不能坐下來的 如果我已經放這些東西 不行啦 你這樣坐會坐到招財貓耶 不可以 所以這是你穿鞋椅啊 它可以把旁邊稍微清乾淨 那我就可以把它集中在一塊 那麼 那邊可以坐 對…我就坐 就不會坐在那個柴位上 老師 我這裡可以擺那個魚缸嗎 擺放魚缸的話 可能有可能要 然後綠油 魚缸擺放學問多 意有閃失 影響健康 煞氣前後夾攻 運勢健康亮銅燈 因為光是這樣坐著 我比較好看 如果你的肌肉不對的時候 其實你以後眼睛比較容易 去睜一些眼睛方面的一些冰淇 比較要回頭往後看 出現了一個一節 好像是女歌詩耶 坐著很清楚 這樣沒有安全感 訪問很冷 現在在各 featuring 大家看 也可以看 可是我這裡可以擺那個魚缸嗎 擺放魚缸的話 不用就等一會擺放魚缸 那種有意義 只能使用給你擺放魚缸 有選擺放魚缸 替我這裡可以擺一個魚缸嗎 這位可以擺放魚缸嗎 我擺放魚缸的話 可以擺放魚缸的話 可以擺放魚缸的話 在我擺放魚缸 就是考慮到方位的一個味道 就是有點緊喔 對啊 就想養魚就對了 我想說水不是跟柴也好 對 很多人這樣 很多人是放那個流水盆 或者滾水球那一種的 那觀眾朋友通常 你要擺放魚缸的話 要特別注意喔 那銀尖的這個擺放的方位裡頭 會考慮到 譬如正北方它是滾水 所以擺放魚缸會造財 那第二個呢 東方越屬木水會生木 所以它也會造財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方位 就是我們現在流年上面來說 提到西南方 包括它是在一直到2023年 年底還有十年左右的時間 它是屬催財的位置 所以這三個方位來說擺放 像現在這邊就是比較接近東邊嘛 所以擺放的話就會很適合 所以還可以耶 剛剛我就是卡在那個門這邊有沒有 我就覺得門一直打不開 結果你看一關起來發現 後面東西很多 魚衣啊 袋子啊 帽子啊 這些掛在門後面 它這可能是方便 因為它要出去 所以魚路有什麼需要 帽子就戴著就出去 然後回來就把它掛著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這樣子 而且因為賣 現在很多人在賣這種家飾品的 都直接是掛門上 然後就可以掉一些東西 對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很方便啊 風水上是不好嗎 風水上會考慮到進出的大門 我們以前都是說門有門神嘛 好 那門神在哪裡 就是在進出的大門這個位置 所以你要想 我這個門神在這邊 你還給我後面背這樣背包 通常一般來說你回頭想 第二個問題就是 因為擺放這個東西 掛在後方 門整個就比較不容易打開 對 其實門的開的這個程度 跟踩很有關 因為踩水嘛 當然踩水就像水龍頭一樣 開口越大 實際上水流量就越大 越大盪越好 對 如果是踩水當然 那當然基本上 如果門打不開 就好像我們的水龍頭 卡到一半就卡住了 那水出不來 那踩水當然就會比較稍微弱 所以這個就是影響到 他們家的財運就對了 對 有嗎 這種煩惱多 然後這個財運不是很順 對 有沒有 就是 因為先生就是 他的工作是工程師嘛 所以他 就是一個禮拜都只有修一天 對不對 所以他的 就是他以前是派遣的工作 後來他才轉正職 可是他現在就是一個禮拜 都只有修一天 然後他是因為要付出勞力的工作 所以就會很累 所以回到家有時候就不想動 已經就是工作比別人加倍了 然後錢也沒有賺得比較多一點 對 他的就是穩定 可是他起伏就是不會這麼做 就感覺投資報酬率是不好 這種感覺 然後心情就會不好穩住 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你發現這個旋關 剛才提到旋關的寬度不夠 剛才提到因為寬度不夠 所以我站在門口 我就會看到瓦斯爐 然後就想到冰箱 那你回頭想 如果我把冰箱反過來 剛好塞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那冰箱背炒這個方向 也就是我完全看不到 冰箱的開口 那你會發現 你現在看的同時 如果冰箱在這邊 稍微高度夠的話 是擋住的 完全看不到它的爐灶 第二個 完全看不到冰箱的門 是耶 完全看不到瓦斯爐 是的 謝謝彩華姐精采誇張的表現 進門建造 與建冰箱的煞氣 可是會讓你露財連連 最好將冰箱移至玄關牆旁 開口朝向客廳 不僅不會進門坐建冰箱 冰箱的高度 也能夠擋住泥造 是不是一舉兩得呢 緊接著要來到了客廳 又會有什麼驚人的發現呢 弟弟 爸爸都坐哪裡 爸爸坐在哪裡 媽咪坐哪裡 爸爸在這裡 爸爸在這裡 媽咪坐這裡 媽咪 媽咪 媽咪坐這裡 媽咪坐這裡 那你坐哪裡 你坐這裡 這裡 他是大爺耶 你坐搖搖椅喔 對 坐大 對耶 其實你看這個位置 對 爸爸坐這裡 對 坐得穩喔 對啊 OK 要慢慢摸打這麼快 對啊 通常首先第一個觀眾朋友 通常在坐的位置上面來說 要特別注意背後要有靠 那你坐得才會比較穩當 所以當你的後面整個是這個 開的一個搭窗戶的時候 以前都說老闆如果坐的位置 後面是開窗的話 會怎麼樣 會漏彩 對 因為其實呢 從另外一個角度 如果別 如果比他房子比較近的話 人家可以從對面就看到 你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為什麼坐的人 會覺得比較輕易 是會比較 不穩定 對 不穩定 沒有安全感 那第二個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光是這樣做的 白天這樣做 電視機剛好是反光的 所以我們在坐的時候通常 如果你的光源不對的時候 就會讓你坐眼睛上面會瘦一下 會反射是不是 其實以後眼睛比較容易出現 一些眼睛方面的一些病例 所以觀眾朋友如果說 當你一定要坐的 可能空間不夠的話 也許我可能第一個空間夠 我轉一個方向 那你就不會覺得 如果空間夠你沒有辦法這樣做 這邊看人一進來 我可以看到他的背 這邊看得到窗 窗戶出去 又看得到廚房 看到每個房間 所以如果空間夠的話 應該是選擇坐在這邊 其實他坐這個位置 後面有十箱是最好的 是 最有靠 那把電視就移到這一邊 對 對不對 電視移到這邊也可以 應該是第一號 做一個好像 現在很多電視的設計 本身像一個清閣間 對… 那這個就是第一號 那第二號就是說 觀眾朋友當他空間真的不夠 或沒辦法移的話 那可能後面這個部分的話 我就會建議窗戶 建議盡量用不透光的門的蓮子 把它遮住 那可能我在看電視或做什麼的時候 我又坐在這裡的時候 那我就會把電視把它拉起來 所以老師這樣講 我聽起來是沒有柴位喔 柴位上目前這個地方有沒有 第三個問題就是 當我這樣做 可能看這邊的時候 覺得背後是不是覺得沒有安全感 對不對 你再回頭往後看 你會發現後面大樓的後方 它出現了一個一截的這個水澤 像人頭一樣的頭型 小人探頭 如果家裡後面 你一直發現說 住在客廳後面小人探頭這麼多 會怕死耶 就會越做越沒有安全感 那到底就坐不久 坐不久 對 那這邊的問題就怎麼處理 小人探頭還有樣派 所以第一個外在的這個 水澤外在格局的殺氣 通常小人探頭我們建議用這個水澤 叫宜山倒海 那麼把它呢 小人的外面的部分給化解掉 可是呢 前央台空間不夠的 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我們必須提到 有些房子它真的空間 還有辦法我們設計出前央台 但是如果空間真的沒有辦法的話 那我們只好從風水裡頭 從房子裡的彩位去補強 可是你如果發現 它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地方呢 我們其實原本我們坐在旁邊 應該是直接會碰到 我們的側面 後面裡面的後方 應該就是它們的網子 網子物 對 廚房 可是原本應該是看待 我在看電視的同時 網子物就在旁邊 味道會直接影響到我們 對 所以它其實它 我覺得還滿好的 它是用了一個櫃子 把它擱住 它有點自開放式廚房 對不對 所以它自己真的想說 把它擱起來 就是好像有聽說不能聽堂 不能合一 我就開放式 對 因為它這個原本是開放式的 對 所以它這個是做對了 做對了 但是如果說 我們發現它上面 它當然放了一些家庭照片 其實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家庭照片 因為 還有先生 這是個先生對不對 對 安妮 這是不是可愛嗎 對 這是寶寶 對不對 這是寶寶安 這是寶寶 寶寶 對 然後它叫小小安 它叫蕭辰安 蕭辰安 我叫蕭辰安 他叫蕭辰安 怎麼叫蕭辰安 請問你在做什麼 我會在他這個世界裡面 很可愛 帥耶 對啊 好帥 好溫馨 所以這樣子貼是很好的 很好的 對 但是如果剛才它能夠 我們剛才提到就是說 如果它廚房的空間 能夠再拉出來一點的話 我們剛才提到 如果它空間夠 如果坐在這一邊 看那邊 把剛才提到電視軌 把它拉出來一點 就可以把廚房 它整體來說 稍微再擋起來 那這樣的話 可能我們油煙 比較不會直接影響到 那健康方面就會 對 會比較加分許 這家剛才1.25 沒那麼加分 對 你就把沙發 就是這個主位就移到這裡 然後電視就放這裡 然後又會擋住 這個看到那個瓦斯 對 但是我們知道就是 我們發現就是 它的廚房裡頭有 對 真的因為剛才提到 女主人她就發現她說 她半天的影響健康 那麼廚房這個地方 有直接影響到 女主人身體健康的快風車 背後外煞排排站 迫不及待捣亂你的運勢 缺角房精確火烯 兼顧健康有保障 一般來說 我們神系統 類分泌的方面 出現問題的話 都是 出現的缺角 出現的缺角 只要在L型的缺角兩邊擺放 症經系統方面 內分泌方面就會開始改善 對 真的因為剛才提到女主人 她發現她說 她半天的影響健康 那麼廚房這個地方 有直接影響到 女主人身體健康的快風車 那是真的 夢獻 很像 看你在哪裡 對 這個廚房 現在 怎麼發現我 小姐 現在是七月站 妳不用一直亂叫 不是 我看到了 妳看到就看到 妳不一定要叫我看 妳 剛剛就站給妳的頭上 什麼 應該就是這裡吧 這個梁 對 因為這個梁很明顯 梁壓罩對不對 對 壓到罩 幹嘛 想要在哪裡 怎麼辦 天啊 其實她是在廚房的空間 小小的 對 結果就是這一個 梁 這個不行對不對 很嚴重 怎麼辦啊 老師 一般來說 我們民間的說法 以後 說懷牛壓罩 很梁壓罩 煮女主人身體 這樣狀況會有受影響 那很多觀眾朋友就會想說 梁 是不是一定要只有 這樣子叫很梁 對 其實觀眾朋友要注意 梁壓罩 它不一定只是 這樣平行的樣 垂直的 直接壓在泥罩上 也是很梁壓罩 所以妳就發現 搬進來之前 可能我們的健康狀況 沒有這些問題 是 可是很多觀眾朋友發現 搬進那個房子之後 開始出現狀況的話 妳就可以去檢查一下 妳的廚房上面 上面有沒有梁壓在 泥罩的雙方 那這個化解的方法 也是跟衡量壓罩一樣嗎 首先第一個 觀眾朋友看一下 妳的廚房空間 夠不夠好 第一個 從水槽到瓦斯爐 中間的平台 大概需要一個手肘 差不多45公分 就有寬度 所以如果你從這邊量起的話 這樣子量起 其實應該是 原本坐到這裡就夠了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這樣看起來 剛剛那個寬度有沒有 剛好差不多跟 梁的寬度差不多 所以其實呢 如果空間夠 我把爐挪出來 只要錯開梁 不壓到 就是閃過就好 對… 所以有些人 他做兩種 一個是把它拉平 這邊梁直接拉平 讓爐灶做出來 對 那這樣子就可以避開 那第二個方式就是說 萬一真的空間不夠 沒辦法動的話 是 我們就會建議在 梁的兩側 也就是爐灶的兩側 那麼懸掛這個 什麼奇麟彩發掛 跟魚霧 那最主要是 奇麟它本身管三種沙啟 幾罐 所以爐灶是開火的 奇麟嗎 對 奇麟 第二個就 第三個就是 兩柱 所以等於說 你三種沙啟裡頭 有兩個 都被奇麟管住 是 好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希望健康能夠回復 對 那我就會建議 可能觀眾朋友 你可以準備那個 糊爐 要有瓶蓋的 要有塞子的 可以拿到這個 神龍廟 或者是保安宮 這種 只要是醫生 他是神明的醫生 是 他們就告訴他 我叫什麼名字 住什麼地方 遇到什麼狀況 問題 所以你就跟他講 那希望能夠保護身體健康 在煮爐的香爐上 順時鐘繞三圈以後 求一些香味回來 那自己再把它裝進去 放上去 就會比較明顯的 才發現狀況會很舒服 弟弟 你現在是累累是不是 對 因為剛剛阿姨進來的時候 看到有一間房間 對 這是你的房間對不對 好 你要不要帶我們去看 你帶我們去玩好不好 好不好 好 再上一下你的房間 來 看看你的玩具房好不好 真的太幸福了 你看 這麼小就有玩具房 天 要跑這麼快 已經進去玩了 你要帶我們來你的玩具房了嗎 對 這間是你的 你的車車好酷喔 你上去 上去 看… 對 你也太多車子了耶 你有機車 賽車 只要大車 你的車子真的很多耶 人現在都喜歡買車對不對 等一下 我想問一下張阿姨 所以你們這裡現在是 兩間房間就是 對 那一間只不過一間就是這個 玩具房 因為它還小 所以就是先 先打對玩具 該去哪裡 我家裡去 我覺得好適合你喔 對啊 其實這一台 怎麼會輸給姐姐呢 對啊 阿姨 阿姨要超速 阿姨不錯 阿姨都騎不快 真的不錯耶 這裡小孩子玩 小朋友最喜歡 就是有這樣自己的 玩樂的空間 對啊 老師它這個 雖然只是玩樂 好像儲物爐這樣子 這樣子的房間 應該沒有太多風水 需要注意的吧 當然我們會選擇 可能也會選擇其中 可能有一些房間 我們覺得說 我們可能不是主樓 我就可能拿來做儲物空間 可是觀眾朋友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如果空間上面 我可能有好幾個房間的話 對 選擇儲物空間是很重要的 不要把那個原本適合當房間 可以睡覺的房間拿來 對 儲物 然後自己睡到一個很爛的 對 風水不好的房間 那就糟了個糕了耶 那我們仔細看一下 從門的位置 斜進來 45度 最深的地方 剛好在這個位置 對 那你會發現 那也就是說 這個房間本來是這個房子裡的 財庫 對 財庫耶 所以財庫就是在我們現在看到 是一個地方耶 每次遇到一個 也算一個柱子耶 對啊 對 那其實觀眾朋友就是說 通常這樣講 既然它是一個財位的話 而且是財庫的位置 一般大部分人家做什麼 主鍋食每樣都 如果不做主鍋食的話呢 可能 第二個就是會把它至少 但是雜物 如果我真的就是說 沒辦法我東西沒有辦法 我一定要堆在裡頭 那我會選擇堆在 不是進門的對角線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 財庫的位置 不能堆在這裡 可以因為 也可以往旁邊放 對 就是一家裡面 就是門進來的 最深的那個斜視數度 要就是財庫 就剛好是在這一間 所以它作為 儲物跟玩具間 是有點浪費了 是啊 那怎麼辦 把這些都移過來這邊 對 其實如果真的空間 要擺放的話 我會把所有的空間 或東西 會往這邊推過來 把那個位置至少它包 就算它沒有辦法幫一些 吹彩的比如說 聚寶盆 或者是這個水晶洞 之類的東西 至少它要保持乾淨 是 那如果空間上面夠的話 那有些人還會固定 就是有一點盞燈 對 一個岩燈都好 對 你現在知道是財庫 它不可能不放東西的 一定 夠局一下 那魚缸可以放這裡嗎 魚缸的話好像不行 這邊就是屬於正西方 正西方 還好你有問 對 萬一我把它放到 但是你剛才 我們你剛才放門口那種 聚寶盆 聚寶盆這個位置 因為聚寶盆 最適合放在西方 因為 西方屬金 那個我們金銀珠寶 它都是屬於加分的這個東西 謝謝 好 才會就布局 但是我一直覺得 我頭後一天空 而且還弄弄到 沒有窗型冷氣 現在這個掃片 但是這個旁邊這樣裝 然後我放這個房間 等於是不能睡覺 對 一般來說 觀眾朋友可能要注意 就是我的這個 所謂的可能冷氣放的位置 首先第一個要注意的 冷氣不能直接對門 對 不能直接對門 會怎樣 那你就想 我們講台氣推 剛要進來 你就直接把它推出去 有沒有 錢要進來了 你還一直找到 就是這個冷氣直接 往門外吹這樣 對 不好 其實我們講比較簡單 就是你抱這一點 好怕從門口要抱進來 要抱到那邊去 你覺得冷氣一直吹 會不會把上面的都吹出去 吹出去的人 對 太出外面撿了 對 那這怎麼化 怎麼辦 一般的話 會建議把冷氣移到 其他的位置 第二個就是冷氣周邊 如果在擺放的時候 盡量不要用透明或透光 透明 那這樣子的話 避免它的這個採氣 直接串透出去 也會穿透 對 所以就是要裝不透光的 對 對 這個太透明了不行 他的這個床位 他的床位被控制 我先幫妳看 好 所以要是妳放妳會怎麼放 應該頭會在這裡 好 腳軟 還有呢 他的書桌會怎麼放 不是 頭那個 我跟你講 我們就讓他說 因為很多人的那個 房間這麼方正 可是都他自己放桌 你說那個床位放那裡 那他書桌呢 書桌 對 對 太好了 全錯 你知道嗎 因為床放那邊 那邊後面是什麼 瓦斯爐的原造 對 真的 背門 背門 然後他說小孩在這邊讀書 也不... 有點懂不好 有點背門 對 不專心 不專心 對 記憶力不... 專注力不夠 對 所以觀眾朋友 通常你一拜 房間設計擺放的時候 首先第一個考慮要考慮 就是門直線 它是往哪邊走的 那這個範圍內 不可以擺床 不可以擺座位 那這樣的話 避免睡得不好 或坐起來坐不穩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頭的旁邊 會讓你潛意識不安定 外面有聲音 你聽得很清楚 所以你就會水果好 那第三個 它後面不要有 所以呢 潛溫 瓦斯爐 萬一發生什麼樣 那剛好就在你頭的後面 第二個廁所 我們還有看過 等他躺起來 那剛好是 那... 現在的位置 究竟是多糟的煞氣 讓主持人面有難色呢 你會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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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潛溫 對 瓦斯爐 萬一發生怎麼樣 那剛好就在你頭的後面 第二個廁所 我們還有看過 等一下躺起來 那個剛好是 那男生那個小便斗 都會有 對 我都會聞到味道 聽到水聲 每天爸爸 就是尿尿在頭上 對 我們是 漏魚聲 我們是聽到的 漏魚聲 對啊 好慘喔 而且不懂風水 真的差別很大耶 所以觀眾朋友可能 真的在擺放的時候 要考慮到 動線 以及它可能相關的一個 背後的一個 空間設計 所以老師你會給他的建議是 怎麼放 當然我們其實目前看到 最好的位置 其實就是 就是這樣 對 頭巢後面是石槍 然後這樣子 同時你的左右邊 一邊看得到 進出的門 甚至再遠一點 看到外面的門 那麼右邊可以看到 左右邊的這個窗戶 對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看 是 你老公和你的購物 主務室 好 可能在 也是不知情的情況 犯了一些什麼 對 沒想到家中唯一的財庫 竟是小朋友的遊戲間 還堆滿了雜物 真的是太可惜了 如果房間不常使用 最好將 財位的位置保持整潔 並且擺放招財物 或打上一盞燈 便能持續幫家裡 興旺財運 千萬別白白浪費囉 這裡炒喔 對喔 這裡炒 這裡炒 這個尺寸很大 你炒到旁邊炒到旁邊喔 讚喔 好漂亮 這邊 怎麼會有鏡子 到底是誰 有這個癖 是你 還是 你老公 為什麼這裡要裝個鏡子 因為它當初的設計就是 這個櫃子我們當初都沒有變過 所以它當初的設計就是這樣 原本這裡就是一個衣櫃 對 可是它 因為它這個沒有辦法藏到裡面 因為它都有凸凸的地方 所以它沒有辦法把它藏到 所以就是 我們就是後來想 就是把就是設計一個 你有做簾子 對 對 對 所以可以拉起來 對 所以你也知道就是說 鏡子不能倒窗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再把它拉開 對 請問一下 有什麼需要呢 比方說它 就是衣服換好了之後 在這裡看看今天穿的好不好看 哪裡 扣子沒有扣好 這樣子 對 然後看先生的有沒有穿好這樣子 對 算是設計得還滿好的 對 把它遮起來了 它這裡有好多功用 這個鏡子就很不錯 感覺你回去要裝一個 沒有辦法改變 就只好就是 可是這個是聰明的 對 現在這個禮物 其實第一個觀眾朋友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首先第一個鏡子 在家裡擺放的原則 第一個不能造床 對 第二個不能照門 第三個不能互相對照 當然第一個呢 我們提到 鏡子不能照床 是因為照到床上 我可能在睡覺 我轉過來 可能比較容易受到景象 對 情緒容易起 第二個是那個 我們講蓮子的部分 蓮子的部分 通常我們可以用設計的部分 它其實設計幾個 一個用蓮子遮筆是一種 對 第二種設計就是它把它 可以做SPA裡頭 變活動 你說要用的時候 拉開來才看到鏡子 沒有用就遮起來 對 那現在目前的位置 是比較可惜 就是說你發現它 不管往哪個方向 都會照到 都會照到 對 那這個就比較麻煩一點 對 不管我什麼 它都會照到 對 因為它這一片鏡子 真的太大了 好棒喔 所以它其實還算 滿聰明的喔 可以照到這 對 都照得到 都照得到 誰房間都照得到耶 可是第二個問題就出來了 那麼 其實房子 既然是主臥室的話 一定會有所謂的柴位 柴位 那這個柴位呢 也就是它 真的一般來說 房間柴庫的位置 應該在床頭 最內側 其實 天啊 你的柴位 它有 有 它有加持 但是很低耶 你的柴位 它裝了一個炎燈嘛 它下面也好空喔 然後重點是 它放在那個 音響耶 音響 你怎麼會音響放在哪 因為 對 在聽佛經 因為小朋友睡在 就是會放那個音響給他聽 因為我也不知道放在哪裡 就會 你應該放在那一頭吧 這裡是柴位 老師 柴位放的音響是 會把柴聲也吵到嗎 對啊 因為柴位通常音響的部分 它所謂的 我們講長風那氣 其實基本上來說 也就是這個地方要 它越近越好 所以會有震動 比較大的聲響 或者是這個 所以應該是把這個 可能音響換一個位置 把燈 往這個方向移 可是又出現 第二個問題了 既然是柴庫的位置 應該它錢要放進來 要能夠藏得起來 對啊 那你發現下面是全開的 對 那你錢從這邊放進 不就從這邊又跑出來 手手近 右手出 所以應該 觀眾朋友應該要選擇 對 下面一種 對 你看 那麼剛好那邊有一個 可以藏 存折 或者是藏錢的一個地方 就應該拿過來這一邊放 對 所以其實應該是 把這樣的櫃子 跟這樣的櫃子 做一個對調 那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錢 只能進到這邊來 才會放到 真的實際上要抽屜 放在口袋裡頭 太好了 所以你也不用購買 就是對賣就好了 好 好 來 現在我們老師 也要特別來告訴大家 各方位缺腳 對身體到底有沒有什麼影響 對 我們剛剛講說 如果缺一腳的話 就不不完整 對 對不對 你就會好像 可能健康或參與 反正就每一個方位 它缺的會影響那個風水的位置 那如果我們大家仔細想一下 我們剛才進門的時候 門的部分比較寬 是不出去的 那麼這邊隱藏之後 才是廁所 也就是說那個地方是缺了一個腳 那你知不知道 我們剛才那個地方是什麼方 東方方 對 所以它目前房子缺的是東方 那東方影響的 其實就是神經系統 是 我們的內分泌各方面的一些 所以它假裝這樣就夠好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看 如果我們當房子出現缺窄 到底對身體哪方面會有影響 好 我們從最下面這個開始 好 接一下 來 好 東北跟西南方 好 觀眾朋友 如果你的房子裡頭 缺窄的方位 是在東北方或西南方的話 首先第一個 東北西南管味腸 它是很好背的 要不要把它記下來 東北西南管味腸 所以在東北方西南方 表示你的腸胃方面會出現問題 所以比較明顯就會辨識腸胃 是 腸胃會有問題 好 來 再來 北方 正北方 因為北方基本上是管水 那身體的水 基本上來說的話 就是所謂的 所以大部分北方有問題的時候 大部分泌尿系統有問題 或腎臟方面比較會缺 我拿 放沒出來 好 那要注意 再來 南方的話 南方的話 因為南方它是管火 身體裡頭唯一會讓你全身 會比較暖和 會那個的話是因為心臟 所以心跳越強的人 身體通常是越熱 是 所以基本上 當南方出現缺腳的話 心臟方面大部分都會有問題 比較弱 對 我們發現我們曾經看過 有一個房子 它裡面就住兩個 就是老先生老太太 因為南方缺腳的關係 所以老先生老太太 都有心臟方面的問題 好的 來 好 如果是西方缺腳 西方的話大部分跟呼吸系統有關 所以大部分觀眾朋友 如果你在西方 西方屬心 精管肺 所以呼吸系統 從鼻子 喉嚨 背部呼吸系統 就容易出現一些影響 是 了解 呼吸系統 東方 東南方 觀眾朋友通常東方跟東南方 它主管是神經系統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神經系統內分泌的方面 出現問題的話 大部分都是東方或東南方 出現了缺腳的情況 是 所以我們現在發現這個房間 剛好它的門 從那個地方缺進來那一塊 就是在正東方 那其實 我們在講說 東方如果缺腳 它還可以斷定另外一個問題 好 出力 東方通常如果有缺腳的話 表示這個 像他比如說他有男孩 一定不會在這個房子裡頭生 因為東方管 長男 管男生 所以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在房子裡頭 第一個我們講說不會懷疑 不會生男孩子 老師那我很好奇 像這種缺腳 是我們決定的 對 就房子的格局就是這樣 怎麼辦 那我有沒有辦法去把它補起來 可以補喔 好 各位朋友通常你這個缺腳 如果在家裡的不同方法 比如說它可能是邊上 我們提到這是L型的缺腳 對不對 L型的缺腳 只要在L型的缺腳兩邊 擺放36枚5D前 那你回頭想 大概就是平均18枚 這樣剛好就補了缺腳的空間 那如果它是H型 就是我們講說可能會這樣凹 這個M字型 就是三邊的缺腳的話 通常就一 二 三 所以總共加起來是36枚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 就會在邊上面算起來 這樣剛好分成三個位置 所以缺腳 因為缺腳是在外面嘛 但是我補是補在自己家裡面 對 補在家裡室內空間 這個就可以補房子缺腳出現的一些影響 所以它補了缺腳之後 那它就可以懷難的 第二個 它的除了懷難症以外 還有它的呼吸系統 沒有 應該說神經系統方面 內分泌方面就會開始感傷 對 所以大家可能 如果那個房子的格局 沒那麼方正 是 自己就趕快稍微補一下 因為它上面會一直都會 對妳的身體的健康 有不一樣的影響 是 所以這樣剛剛老師講的 就很清楚了 所以觀眾朋友一定要記得 看妳家到底是L的 還是OZ型的 就知道怎麼樣去 去哪裡就補哪裡 對 好 那這個謝謝湯小姐 這樣今天還滿意嗎 非常滿意 非常好 對 那妳就知道怎麼樣 要朝哪裡 才可以跟妳的老公的感情 越來越好 然後老公的生意也會 越來越順 好啦 希望我們開心 好 加油 風水疑難雜症 困擾妳很久了嗎 歡迎妳在本司團 分享相關問題 或是到未來官網 報名看風水 我們將會為妳改善